欢迎四位队长来到我们全新搭建的战队之家 未来这一季每场主题赛之前 队长们都会在这里去商议下一场的主题赛的赛制 包括怎么考核选手 这是一个战略间 就大家来互相商量和讨论 对 因为我们这次的主题是Battle for Hope 不管你是在哪个级别的舞者 你都有向上冲击的希望 所以在第一个赛节当中 我们就是先设置A对S的冲击 这当中有没有大家觉得实力很强 印象很深的选手 这次Shadow它蛮突出的 我看Battle的时候 我觉得Shadow应该还能再有一些新的 因为就是来的时候不太适应 包括Yuki还有Kirako 我觉得他们三个 我不知道就是这么长时间之后 如果适应的话 应该会有更好的吧 我觉得因为他们本身实力都挺强的 我还蛮喜欢斯文的个人风格 我觉得他我觉得舞者有点像歌手一样 他一定要有一个特色 他跳舞的时候是完全拿出另外一个怪兽的一个 风格很怪怪的 但这个怪是很好 我觉得仔仔有可能去S 仔仔你比较看好仔仔 对但是也是希望他有更多的东西 我觉得周玉祥 周玉祥对周玉祥 人家又轻 需要看 然后我觉得实力还很强 还有就是Q卡我觉得应该是一直在S的 1 同意 我我太喜欢他了 上一次那个作品我看的太过瘾了 DKS还有那个Jaco 他说他们俩的配合搭档那么多年配合 应该是有很多的一些东西能让人惊艳的东西 就是还挺期待那一组 我觉得大家一上来的那个状态跟冲击力都特别好 我是觉得这一次的Shadow 他的状态跟第一次我看到他的时候很不一样 然后我很喜欢他这次 整个好像变得更放松 但是整个力度和气氛又更好了 对 然后包括我觉得A这边有很多的设计 从胸口穿出手来 就会有很多惊喜 我给的A组的这个票的原因是因为 整体起一点 S组呢 是有一些个人的特色的技巧是拿出来 其实刚刚Zico和Dikkins的那个踩着脚滑的 包括就有像飞出来的飞得蛮高的 印象最深刻 但是整体的一种 好多人作为一体的一种 组织的部分上我是给的A组 S总给我一种感觉是略单定一些 但A明明不是他们自己组织的时候 他们有一些少少设计 是有一种冲的一个 我一定要争取我的这个机会的一个力量 希望后面的也可以再继续看更多的活画 我自己顺下来的话 会觉得A组的第一轮赢了我很喜欢 但是后面的编排 我会觉得S组会比A组的好 因为有很多的难度上的一些很好的设计 对形什么的 但反而A组的所有编排 都会像更整齐一个齐舞在一起跳 然后会有一些breaking的一些招 出一个亮相 会觉得这种编排方式会就是相比较普通一些 在后两轮的时候 但是我觉得整体看下来都很精彩 所以说我给了玩摩 他真是说没看够 再来一遍 A组的那边更齐舞化一点 然后因为有Bboard在 可能有的一些技巧性的东西 会比S组那边好 但是像S组的Routine方面 然后配合的方面会让我觉得更新颖 然后更有难度 Routine battle的第二轮 因为用的是Funky的音乐 S这边呢 Q卡做了很多的一些托举的动作 我会给我超出原本的第一轮的惊喜 所以选择了S 来 琼圣队长 我觉得S这边是在不断地突破 这个是我很心向的一个东西 但作为一个团体来说 A的丰富性给我的感受 跟这个音乐和你们的作品 是更起合和符合的 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很喜欢S上来的那个状态 然后我觉得Q卡特别帅 就是他没有被大家吃掉 因为大家都很高大嘛 然后反正他很突出 然后我觉得S这边给我的 他们的技巧和招 会让我有惊喜 对 因为这是一个比较稍微Funk的一个 对 所以说我会觉得这边 会更加吃香一点 因为有很厉害的三个Lucker 但是整体对比的话 还是觉得这边的很多设计 确实很新 就会觉得很好 就比如说抱着那个Q卡 做了一个那个Wave的 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YOKI也没有什么悲伤的东西 但是怎么这么感人我 我为什么要哭呢 就 舞蹈就是有这种感染力 就 很欣赏 哎呦 哇 哇哦 太猛了这个 就上来就这么猛吗 哈哈 两组都 我都特别喜欢 都特别棒 就是因为是两种是两种风格 两个方向 呃 Zico和DK 他们的所有的动作呢 行云流水 所有的编排 就跟那个音乐一样的美 所以就非常享受 和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所以这一组呢 就很有故事性 所有的编排特别的巧妙 完全能勾住所有的人的眼球 对 全是100分 嗯 好 来 一波队长 第二组的话 技巧跟表演我是给的满分 但是编排上 还是会有对比 扣了两分 也不是说你们这一组不好 确实 第一组会给那个 乞丐值跟惊喜度太高了 创意那些真的是太太好了 很完美 对 Zico和Dekens 就是两个人像是一体的 而且 比较厉害的点是 这首歌是很柔美的一首歌 但是 整段看下来一直在给惊喜 而且他们的卡点是很高级的 很多地方可能没有音效 但他们感觉此处无声 甚有声的感觉 对 表演上面我打的是19 是因为我想看 Zico和Dekens 因为他们的风格都是比较冷静的 我想看一次很奔放的一次的表演 对 哦 就感觉他们在做一些很厉害的招的时候 都是没有表情的 没有表情 就感觉用力了 但是表情上还是 我身痛把给你 所以如果表情分的话 这一波就会扣你们表情分 我没有扣啊 我就说这个意思 就没有表情分 没有表情分 也是很厉害 也是很厉害 对啊也是一种表情 是我会说意了 就比如说你倒立 然后你就没有表情 你可以吗 那是不可能的 首先倒立我就不可能 哦 或者就是做俯卧称仰我起座 你可以没有表情吗 试一下试一下 试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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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一下试一下试一下 猫他们有很多点都挺好的 包括跟衣服的互动 包括昂昂一上场就一直低着眼睛 就不让大家看他的眼睛 这个设计就是一台眼是红色的 然后再包括那个Q卡出来的设计 然后包括整体的剧情到最后面 是一个很大的反转 我觉得故事方面 跟很多点的设计方面都挺新颖的 让我有马上有那个感觉 到最后主人不在 狗狗还是养生了一个 他生命的习惯 我还是去火车站等 我相信养过任何宠物的人 会马上有一个共同感 仔仔这一次很不一样 对于B-BOY来说 他们和编舞师在一起 又选择了这样一首很抒情的歌 表达一个很细腻的情感的作品 很难 有一句话是最怕rapper唱情歌 我看完就想说 我也很怕B-BOY跳抒情歌 BABY就是很能抓住 大家内心的很细腻的东西 每次你编的作品一出来 心里就很触动 然后你们这个作品 是中犬八宫的故事嘛 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柴犬 所以我看到这个作品 就是有很多的惊喜 然后很感动 对 我也很喜欢狗 然后整个故事的连接 然后技巧都特别好 这次的ABBY的变排和创意思路 我很喜欢 非常找到了怎么样 可以把仔仔的这个B-BOY的五种 可以变得很美 很有感染力 其实不一定是要 一直有一个很大的招里头 包括这个故事 现讲得非常清楚 很投入在里头 很有颜色很有温度 谢谢 谢谢 这真的很巧啊 这个转瓶子能把猫跟鼓转到一块 猫鼓搭转 然后Q卡跟昂昂这一组 这个创意跟想法整个故事是好的 就只是觉得中间编排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是会觉得 有点就是太平了 有点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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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音乐 从头这些音乐特别强烈 就一直很攻击性的 到中间这段 有一点没有呼吸的空间 太满了 完成度上 就是没有达到我的期待之 但是这整体的创意和整个力量 我是很喜欢 这个是很有感染力的 对 然后这个想法很好 对 就没想到 整个下衣机灵 这挺像人的 吓一跳啊一波 吓一跳 我以为是哪个工作人员 就是我等镜头了 对 我也以为是个摄像头 等一个够福利吧 哈哈哈哈 今天看起来感觉怎么样 我喜欢 哎呀我太喜欢了 我喜欢这作品 想看比赛 待会马上就来了 马上来了 1x1 这一次我觉得就是 如果比赛更多就更好 我很喜欢 我很喜欢 大家 大家 可以啊 我的韩语 the evil team 不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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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 好 谢谢 跳舞 不咋地 非常好 你看我一波 他应该是最近就是 BREAKING LAND很多 在剧组里面 好 那我们现在这边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呢 我们现在把画面切到右边 一堆摄影机 好 他现在开始来绣他的舞技 一串排腿动作 一个转身起身 笑了一下 又蹲下来 这别人的招 我交给你了 开始在做教学 做一个左右扣脚 再画脚扣 摸一下再扣 好 做得流畅 这个猴王 看起来像是要做 单手旋转系列的动作 但是我们不得知 一个托马斯 单手FA接单挖 跳了四五下 一圈半 1.5 接一个高棍 好 一博在这边做了一个 六步排腿 而且是逆边的 面带微笑 似乎觉得很好玩 好 做一个四步排 转身起来 做一个膝盖排腿 放弃动作 来 现场录制准备 好 我们现在比赛即将开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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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